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講一個藝人 我以前都沒有看過 我不懂的 但我看完的資料 覺得這個女人 這個前輩 年輕就漂亮 老了就精靈 不過近年好像老了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說她 遇到一個車禍 都幾嚴重 斷了兩條肋骨 是不是車禍 還是什麼意外 我稍後再研究一下 看清楚 我先跟大家說 這位叫做美艷親王羅艷卿 嘩厲害了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在網上看到羅艷卿 90歲的時候 跟記者做過訪問 很精靈 他自封做曹操阿爺 我找不到曹操阿爺 他裡面說 我叫自己做曹操阿爺 為什麼呢 有些前輩 有些長輩 告訴我曹操阿爺 是什麼揭後語 我完全不明白 但我看這個老人家 他很精靈 也很開心 他說 他說 不要說人 你罵人 你會教人 你罵他沒用 你罵他不會教他 那怎麼辦 就算了 有些人說我什麼 他聽不到 不知道 是嗎 有些什麼事嗎 這個老人家 很可愛 他說他那些新聞 為什麼說他呢 因為 退隱這麼多年 其實他在一個 正值最黃金的時間 就是職影 現在是93歲 其實跟他很精靈的訪問 只是相隔三年 但是看到他將近朝 沒有之前那麼聰明 因為可能身體曾經受過傷 復原過之後 就大傷元氣 我估計也是這樣 那報紙對他很給面 因為曾經是一個很漂亮的美女 他在那個年代來說 他的樣子又有點像 任劍輝那些 那些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這麼 像樣子 有一點點像那個年代 那些人的樣子 可能那個妝 大戲妝 或者是這樣 因為說羅賢興也是做大戲 那說他呢 報紙很給臉 因為是美艷親王的名號 那他就說 93歲那麼高齡 皮膚還是白滑 風彩依然 那樣樣 都好像幾好 對他的風評 那這個老人家 你看過他上網 一些訪問 就知道他是很可愛的 那原來呢 有個叫文雪兒 就周不時跟網民 分享一些生活的點滴 出席一個飯局 和粵劇的名領 就是羅賢興和譚善紅 譚善紅 是不是好姨 真的 那時候真情的好姨 就放一些合照上網 他說 今晚遇到兩位很尊敬的前輩 就是羅賢興和譚善紅 他說 我們曾經有幸合作過 在街市的電影 叫做明流情史 1978年 羅賢興 他的粵語片 算是一個殿堂級的女演員 他是一個明寧薛國仙的徒弟 1948年 攝足影壇 拍了二十幾年 他拍了三百三十部電影 是粵語片壇 產量最多的女演員 就有人封他做美艷親王 武俠艷彈 和銀海艷糧 這些封號 他曾經和吳軍禮 藍紅、林鳳這些女生 結以金蘭 成為一個叫八卯丹 驗壓整個 叫做離圓界 雖然93歲 但是說他都幾精神 戴著一副太陽眼鏡 90歲的時候 其實他都是戴著一副太陽眼鏡 但是現在已經大了一點 很多新聞說 要看到他的歷史 就說回四十年代 賺天價片酬 千萬富婆羅艷興 因為四十元 助理要賠兩個月的工資 白打工兩個月幫他 他那個訪問也有說過 他當時很厲害 因為他這樣說 他跟家人看大戲 他迷上了粵劇 之後轉戰影視圈 拍過第一部電影 叫做五鼠鬧東京 他就是那個年代的功夫女俠 他懂得打 主演很多武俠片 《迫血劍》 《七劍夏天山》 都是有他的份 有個羅艷興的訪問 他說說之前拍戲的東西 什麼都不懂 粵劇唱完之後 就以為可以收工 誰知道就要去拍電影 拍完電影 又做粵劇 反反覆覆也很辛苦 拍完一部又一部 哭著說不拍的了 結果被人說 你不拍嗎 罷工要賠錢 糟了 然後又要去拍 年輕的這個女人 又性感又漂亮 那個年代 算是很出眾的女人 40年代 羅艷興的片酬 高達1,500元 他當時做粵劇 他粵劇入行 粵劇做一場 只有80元 原來拍一次電影 他就有20倍的工資 當時叫做天價 因為粵劇都已經很厲害 你們有所不知 那時候說 如果打仗 或者什麼沒有飯吃 做粵劇那些有米羅 吃了飯 有飯吃 那些是比較人家捧上天的工作 但是原來拍電影更厲害 20倍的工錢 那個年代叫做天價 他迅速成為了婦婆 說羅艷興 18歲左右的時候 他說每年的收入已經有20萬 哇 他當時18歲說40年代 年薪20萬 現在很多人都沒有年薪20萬 例如你賺1萬5-6元 你年薪哪有20萬 原來當時20萬可以買一下香港半條街的物業 他說還在美國也有置業 他在美國竟然有一棟商業大廈 真是令人害怕 那位於美國的大廈 在80年代 他當時價值是200萬美金 哇 這麼划算 他說不計算那些 匯率 變化通脹 他的身家一定是過千萬 如果他有這麼多物業的話 肯定不止一千萬 肯定過億 是否這麼說 因為羅艷興 他是一個聽話的小孩子 他所賺的錢 全部被媽媽打理 自己大概用兩元錢做零用錢 拿到錢 就會跟朋友出去玩 買薯片 買零食來吃 賺到錢 只不過是很普通的生活 但是電影圈有了名字之後 他就不演大戲了 他媽媽就說 等下羅艷興在這裡拍戲的時候 等等等到都累到睡著了 見到他這麼辛苦 都很心痛 他說難道不是因為片酬高媽 是不是因為賺錢賺得多呢 但是都是辛苦的 他說累到哭 拍電影的 他說達不到導演的要求 收不到功 也是辛苦的 那時候都看到他是 現在的人 你說拍戲會不會拍到哭的 在電視台上沒有的 很多人 因為他們是前輩的 他們以前拍電影 說很威風 那些虛榮心 那些他們 還沒有的 人家做就做 有得做就做一下 沒有我們 看了這麼多年代的電影之後 我們知道明星是怎麼回事 他們那時候不是 因為做做做做 有得做就做 這樣做到哭 那麼 但是 他說誰選都會選拍戲的 就算辛苦 是辛苦過做大戲 或者怎樣 但是回報率超高 他媽媽過世之後 他就開始自己管回自己的錢 就是他媽媽在世的時候 那些錢給媽媽管 他說喜歡那些錢 就放一個麻雀盒 就再收起來 收起來 每天回到家 偷偷拿出來 他說見到那些錢 就很開心 那麼 被朋友就告解他 他說你家裡火燭就很大 那麼決定呢 就把那些錢爆銀行 這個很好笑 這個又真的 真的 因為以前那些婆子很喜歡放一些月餅罐 這樣 是的 但是以前銀行有識的 他不懂這些東西 很多人都不懂這些東西 我有些女孩子朋友 做這行 吳仔你現在說理財也這麼厲害 當然讓我認識Ivan Sir 我以前 不懂理財 就不理我 現在就認識了 那麼 要說一下 他說 天都很公平 他說 羅艷興因為漂亮 還有他的機遇 但是生活能力 就幾弱 他都不懂得自理自己 他說打算把錢拿到銀行 不是 打算把銀行拿錢的時候 他又哭 為什麼呢 他因為簽名和存錢的時候不一樣 那麼拒絕他 喂 簽名都不一樣 不讓他拿錢 然後在街上就哭 他死了 那些錢放進銀行 他那些錢放進去 又拿不回來 又放一個月餅罐 就好過了 那哭的時候 朋友看到他在街上哭 你明星來 他哭 拿不回來錢 朋友帶他拿了身份證 去做手續 就解決了這件事 就是說他 因為他漂亮 也有很多人捧他 不過他就不懂得處理自己的個人問題 小時候 很模糊的就是人生的 但是他又非常懂得 就是 有人脈 認識很多人 很有財運 他就多謝他師父李海泉 李海泉就是李小龍的老爸 教他 賺一元 就儲一元 想用錢就賺錢 他省了出來的那些 就用來洗 賺的那些就用來儲 這樣 哇 這個理財觀念有多好 跟我做的事都差不多 他說 這也是一個很古老的理財觀念 錢是省回來的 因為他們 以前的人賺不到什麼錢 就不敢用那些積蓄 他說出街出門賺錢 就要再怎樣 省一下省一下 這個羅艷卿其實很相信他師父 李海泉的想法 所以自己也是一個省錢的人 有一次叫助手買十二個半的褲回來 對方為了買漂亮一點 因為羅艷卿是明星 他找了師父訂了兩條褲 用了四十元 一條欠了七個半 超越了羅艷卿的預算 他罵助手 見一次罵一次 搞錯了 叫你十二個半 你給我二十元買一條回來 還買兩條 他說你明星 我叫你十二個半 見一次罵一次 助理沒有辦法 唉 他說 你不要我自己買來穿 助理工資 才有二十元一個月 相當是兩個月 就是白打工 沒得出糧 那兩個月 身家當時已過千萬的羅艷卿解釋 我要他記住 我不想他再這樣 自把自圍再犯這些事情 這樣 這樣 這樣不是很好 真的 都這麼有錢 這些不是很好 真的 但是聽他現在的口吻 上網看 現在的人又變了很多 以前可能都年輕 不懂事 沒見過世面 我們現在當然是有錢人 教我們個人要大器一些 什麼叫大器 是不是做大器 不是啊 大器的相反是小器 是啊 你做老闆級 你不是這樣做人 是啊 從羅艷卿的角度可以理解 因為那個助理是自把自圍的 還有當時七個半不是小錢來的 都是想想半個月的工資 那你這樣說 不是我的錢 不是你的 你不可以不服從我的命令 那樣的意思 他說如果這次是第一次犯錯 應該可以原諒 但是在助理的角度 這個是很慘的 看到也是非常慘的 那時候的明星真的很厲害 就是一代的粵劇名令 說到了 原來他90歲之後 做了一個專訪的訪問 你上網看的很精靈 原來91歲發生的意外 差點搞定了 哇 這麼糟糕 有這樣的新聞 跟大家說一說 就在他91歲那一年 他在年頭的時候 發生過交通意外 他弄傷了腳 還斷了兩條肋骨 留了院十八天才好得回來 現在說沒有什麼 但是你看到近況 比他幾年前 老了一點 因為真的 年紀大 受不起那些 復原得慢 真的要小心一點才行 老人家有時候 我講講他 原來來彥卿 是一個本身已經很喜歡表演和唱歌的女生 一早就跟到一個名師 他因為很有名氣的時候 很多人追求他 但是他直接拒絕 直到他碰到一個人 叫做何非凡 這個名字有多特別 他當時何非凡 也是著名的花彈 在文武生方面 也很擅長 所以他們兩個人 經常在台上搭檔 合作 慢慢熟悉了 來彥卿二十九歲的時候 他們在香港石塘咀 萬國酒家 設宴 也結婚 是著名的花彈何非凡 還是小生 有沒有寫錯 還是反串做花彈 我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給我聽 因為其實我連他是誰都不知道 我真的沒有看過他的電影 但我媽媽肯定知道 我講講他們 結婚四年之後 兩個不知為什麼 什麼原因又離婚 來彥卿再沒有結婚 一直在影視界 拍電視劇 拍電影 但已經很少再唱戲了 是這樣的 他的一生都頗特別 你可以看他上網 很多的新聞 很多的訪問 你會頗喜歡這個老人家 因為他的人很樂天 也是很靈活 而且很珍珍 不會好像有些人是 很厭世 有些老人家很厭世 算了 他不是那種 他好玩的 你看他的性格 但是這樣說 因為他有錢 他沒有煩惱 是不是 好了 講到他 因為曾經一個這麼漂亮的女人 他引領了潮流 很多少女是跟他的風 就是叫做 學他扮靚 他穿什麼 別人跟他穿什麼 就說他其實穿衣都很時尚 在1966年 他因為健康問題 退出影壇 以及在美國定居 後來 一九七幾年 那時候 他和薛國仙的圖孫 蘇少堂 組成了 電堂王劇團 在美國有演出過 當地的華僑 當地的華僑 也是很歡迎 之後呢 就跟羅家寶 合作 叫做 寶艷紅 劇團 演出 雙龍單縫的劇目 說舞台風采依舊 現在呢 就是 當然都退出了 年事已高 不過說他呢 也有出席過一些 叫做香港樂曲夜總會的晚宴 也會跟朋友 聚一聚 記者問他 你還會唱曲嗎 他說 因為年紀大了 沒什麼聲音 但也說說 小肉 多菜 晚上吃得少 其實這些都是 我們 叫做 可能你們 有些年紀大聽我的 觀眾 你們小時候 就看他們演戲 有他的消息 我已經全部 把他們說給你們聽 你們可以懷舊一下 看他們的粵語片 感受一下你們的童年 找回你們的以前的一些回憶 好嗎 今天的時間 講到這裡 下次我們再談過了 拜拜